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洪晨昌 洪导演 洪导其实在这部片 各位应该在网路上 因为在网路上 他的风名非常的好 那么这部所谓盲人律师 是真人实事改编 当然不是完全的 就是一模一样 但是这部片 他在网路上 引起相当多的回响 尤其是对真理正义的寻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导演想要传达的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洪晨昌 洪导演 洪导你好 律师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是 洪导 那个请教一下 你这部片子 因为我大概就是 在访问您之前 我大概有了解一下洪导 您过去的一些 对于整个戏剧 或者对于我们宗教界的一些 贡献 那其实 你过去从大二开始 就是信教之后 信主之后 然后从事导演这样的工作 你自己觉得 对你来讲 让你想要拍这部片是商业考量还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应该要很直接的说 其实我是想赚钱的 但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 我想要说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赚钱 我会更开心 不要拍一些 看起来 比如说随便打杀打杀 然后是爱来爱去 这种的 很简单的表面的 我要想要拍一点有深度 关心台湾土地 关心台湾人物的故事 所以我锁定这个目标 因此我喜欢真人真事的改编 所以我就去搜寻台湾一些真人真事的议题 因此搜寻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小人物的故事 我摆在心上 到后来看到一个 叫做 一个报道 叫做 台湾首位盲人律师 打赢人生首场诉讼 我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吓到了 盲人还可以当律师啊 我从来没有听过 他就研究一下 发现哇 这个人不简单 台湾唯一的盲人律师 李炳红先生的个人奋斗故事 我感到很佩服 再加上就是他 因为他是个盲人 要考上律师相当不容易 可是他考上律师之后 考验才开始 就算他有律师证照啦 可以穿律师袍啦 请问谁找他办案 不容易 对啊 所以他是一个小人物 然后有个大梦想 我甚至去访问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将来还想要开法律事务所 你看他连案子在哪都不知道 还想要开法律事务所 那回到我的身上来 其实我在业界已经奋斗很久 其实我都拍到现在 取整数已经两百部片了 短片啦 微电影啦 MV啦什么的 什么陈磊啦 阿贵啦 曾心梅 这种台语的MV我也拍了很多 所以到现在为止 已经拍了两百部片了 可是有谁知道我 当我要拍电影的时候 又谁愿意支持我 其实是零 没有 那导演据说你募款的时候 其实 我们当然刚刚我讲嘛 神的恩典 但是募款的时候 其实很快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我一开始想 跟大家想的是一样 电影是大投资 当然是找金主比较快啊 所以后来我预算 抓了一个七百万啦 七百万很少 七百万是不可能拍不片啦 但是因为我 微电影拍太多了 都是小预算大制作嘛 所以我就用 微电影的思维来做 所以我必须承认 这部电影 因为只有七百万 所以它有很多的 不足的地方 可是我们在剧本上 是很有诚意的 好那接下来 我就跟大家说啦 为什么要用七百万 因为要让投资我的人 早一点回本啊 所以我就这样去 跟企业家谈啊 跟老板谈啊 没有一个理我啊 没有一个愿意拍啊 真的没有啊 所以我后来才说 好那你这人不能理我 我就因为我有信仰嘛 我就跟上帝祷告 主啊 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正常有信仰都会这样吧 你如果信妈祖 妈祖啊 还要怎么办 对对对 我都是信耶稣 我就跟耶稣说 耶稣啊 现在怎么办 所以在祷告的当中 好几天的泪流满面 终于有一天 有一个灵光一闪 你就小额募资啊 哦小额募资 哦干嘛一定要找金主 找金主无路可出嘛 干嘛一定要走这个金主劳碌 我们换个方式走 我们飞飞看 所以就到FB 我个人的FB po了一句话 叫做 一万当股东 电影投资风 让那些只有22k的年轻人 还买不起一张股票 但是可以投资我的电影 所以就这样开始 慢慢就开始 有人好奇想了解 可是还是没有人投啊 那后来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没有人投 是不是我是无名小卒 又哀伤难过了一阵子 然后又跟上帝祷告说 主啊我怎么又没有人 要把钱投进来 然后呢 又好几天 又好几天之后 泪流满面 又泪流满面 对然后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想说 哎穿了一个灵感一来 你除了没有知名度 除了是个无名小卒之外 你还有什么保障 我怎么从来没想过啊 我除了是无名小卒之外 我还有什么保障 我这人做事蛮认真的啊 蛮有诚信 诚信 诚信 募资就是要有诚信嘛 那怎么样让民众知道 我是有诚信的 我就把整本存折 给他po在网路上给大家看了 所以存折的每一页每一页 都给他看了一清二楚 所以钱有进来 一万两万都在里面一清二楚 让大家知道 我真的没有要污钱 也没有要捐款潜逃 不可能啊 拍这个电影很有诚意的 对啊 所以后来就三个月 就募到七百万这样 三个月募到七百万 带几个股东 大概一百七十个 一百七十个 那其实就这部片 我们找了一百七十个股东 七百万有没有超支 后来有超支啊 就是因为我们这是法律题材 那个剧本大家背不起来 一直NG一直NG 好不容易讲对的时候 那摄影机出了个状况 或是推轨道出了个状况 又重来 因为我都一进到底 所以最高纪录NG37次 律师的爸爸不是 那位律师的爸爸不是NG更多次 那是律师的那个对手 大反派 班铁祥他NG的37次 对 对啊 各种原因都有啦 背不起台词 然后我们技术组出问题都有 反正就是 因为法律台词太狼狈 那不是人在背的啦 对 对 因为我在讲说 在看那一位 呃就是那位反派啦 就是他就像律师的爸爸一样 那种那种像师长 他看了他成长 对啦 他打书官司的那一刹那 他那个演技 嗯 演的真的是非常好 但那一定是 那一定是 他看过啊 这是导演调教出来的吧 对 因为我觉得他的 他最后那个表情 是是是 那个表情真的是很棒 对对对 就是他其实演出来那种 他虽然 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 不要让他打 只是就是有那种习材的感觉 对对对 那后来真的发现 徒弟打赢师傅了 嘿嘿 其实我觉得他心里面是 呃欣慰的 对啊 但那个表情很难 他很难演 所以他的表演很到位 我们为了每一个 其实我们为了表演的部分 我们在开拍前 我们都做了很详细的讨论 跟人物的设定 以及每一句 每一句话 动机啦 阻碍啦 目标啦 如何达成 那每个步骤的表演细节 都有讨论 对 所以花了很长时间 去做功课的 对 所以这个片 花了多久时间拍 哦 从吴道友 总共三年来制作 写剧本就写了一年 然后光拍摄 拍摄原本预定25天 然后后来 因为就是大家背不起来嘛 一直出状况 所以拍了36天 真的不好拍 不好拍啊 那我为什么会花一年写剧本 因为我想要对得起观众 手上那张票 我拿我的良心货 换他手上的许案 导演是你自己写剧本 我自己写剧本啊 好厉害 我没有问过任何律师 你又编剧又可是其实那个部分 应该你可以问一下 就是当时的 我们讲说这位主角吧 有问他 但是他就跟我说 这个就是李炳红先生 唯一的盲人律师 李炳红先生 他就跟我说 这些案子还在诉讼中 然后有些当事人的资料 不变公开 因为我要改编故事 需要很多个人的资料 我讲的是那个诉讼的流程 或法律上的一些术语 什么的 但是一直问他也在忙啊 我是法律门外汉 连最基本的入门的起诉要件 我都搞不懂啊 对啊 所以搞到后来 什么当事人能力起诉要件什么 我都懂了 程序庭我都懂了 所以我读了一年50本书 30本中外跟大陆法律书籍 还有19本RCA案研究论文 还有109页一审判决书 像残宝宝一口啃一口啃 慢慢啃啃啃 啃了一年把那个法律商业啃完 我才写出来 你还要到缅甸去传教 对对 还要到缅甸去传教 所以其实这是相当辛苦的 是啊 因为我自己是传道理 我也是神学院毕业的 对 所以我才说 其实没有啦 导演你自己本身也是本科系啦 没有 我不是本科 我是戏剧系哦 对啊 就是台湾 我们看来是本科 因为就是戏剧嘛 台一大戏剧系 没有啊 对所以算本科系啊 我是演舞台剧的 我连摄影机都搞不懂 一开始 对啊 我是自己自修自学 看书学的 我想说戏剧系就是本科系 就是演戏而已 演舞台剧 我不会演 我不会没有碰过摄影机啦 那导演是你什么情况下 导演是后来就 我从小就想当导演 因为小时候是生长在妓女户 我没有听错是妓女户 我们家是工厂 台中县杀戮镇 双喜妓女户 我们还有牌子在外面招牌 那是因为小时候 那时候是调皮捣蛋 那些阿姨都会说 阿琼你都不肯插 你如果不要插 阿姨就带你来看电影 常常都这样讲 讲了从来没有一次 带我去看电影 所以直到有一天 他还一两年过后 在那个庙会看到 一个大布幕绑在篮球架上 然后两台那个机器 那个我们都看过 对啊 就是那个啊 两条光线射出来 都打在那个布幕上 都在那庙头前 对啊 我就说 怎么有这么大台电视啊 那边就把他拔下 那不是电视 那是电影啦 你猪头 那有电影啊 我就吓到 这就是电影哦 那阿姨讲的电影 就是这个哦 所以到学校去问老师说 老师那电影是谁做的 老师就说 是电影导演拍的 哦老师 那我以后要当电影导演 从国小五年级到现在 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样 但是你们戏剧系里面没有分什么组什么组 比如说导演组或是编剧组 没有没有 但是我也是想读电影系 可是问题是 我家里是很穷的 所以我就 因为电影系要做毕业制作 每个人要缴好几万块 因为那时候是底片嘛 对 一秒三千块 我哪有钱 所以我就只好读戏剧系啊 所以我家里 我从小到大都在打工 什么送羊奶 什么素食店 工厂作业员 我都在打工 不会 我觉得导演 你这样才能拍得出好片 因为你这样要知道 我们基层人物的心声 对啊 所以我就很知道 所以我真的知道啊 是 所以这部片 其实是蛮成功的 那导演 你现在就是说 你在拍这部片的过程当中 所以你花了三个月募资 然后花这么久时间拍 那 呃 就是说 就你来讲 你觉得最困难的东西是什么 最困难当然还是剧本 我为了搞懂这个法律的东西 我很痛苦 因为那你会说 为什么你不去问律师呢 为什么不去找一些法律相关人员来问呢 是因为两个事情 一个是出自于我自己的一个 你想学东西 我想学东西 没有错 你太聪明了 我想 我好奇法律怎么允着 我想学 但是再来就是说 因为律师咨询费太贵了 不会啊 你来找我 我不会收你钱 没有我是法律麻烦 你当时候没有来找我 不是啊 你来找我 我不会收你钱 就算找你 我也不敢找你 因为我怕我拗你 因为我是法律麻烦 你不用怕拗我 我平常都被人家拗 那无所谓 我说你其实可以来跟我讲 当初就是 我会教你怎么做 因为这样太累了 搞不好电影就早一年出生 有可能 对啊 可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 因为我对这些 你们的领域不熟啊 所以我不晓得 到底谁可以帮我 大家都 我又没人卖 就怕咨询费太贵 问下来几十个小时 几百个小时 咨询费很贵 我没有钱了 因为我是募资 那钱每个都要用在刀口上 对对对 所以我就自己读吧 自己学吧 好 这部片非常的辛苦 好 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红尘昌红导演 那待会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继续访问红导 欢迎回到 酒吧兄弟台 吕秋元时间 我是吕秋元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电影盲人律师的导演 红尘昌红导演 那我们刚跟红导聊了一下 这个拍片 募款的辛酸 导演你一直讲 你没有人卖奥元 也没有什么 其实大概 我会觉得你还是有一些 你在这一行 这么久了 那在这一个拍片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给你最大的帮助的 大概有哪些人 或者哪些单位 好 给我最大帮助 其实是来自于教会 因为他们默默的支持我 其实他们平常都不再发声 但是他们会为我守望 为我祷告 那给我心灵的 那是精神上的祝福 第二是因为我们是教会 有教会的伦理 我不可以在教会公开说 我要募资 不可以在教会做生意 所以我在FB公告之后 有几位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说 陈昌要拍片了 我们来支持一下 私底下就帮我传出去 就有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有拿一些钱来投资 但是不多 可是就慢慢慢慢传开之后 我就会去做说明 他们就邀请我去说明 到底你要拍什么片 从这样再传出去 在FB上也有人问我 所以我就骑着摩托车 到处跑 其实很多都是不认识的人 很多都是不认识的人 教会弟兄姐妹们 成为开始的第一棒 后来接下来就很多 不认识了我的人就说 红岛你到底是要拍什么 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做说明 所以我就骑着摩托车 到他们家 或是到他们的什么管委会 什么一个大会议室里面 去做说明 一个我也去 也有的人到机场 他要出国了 在机场约我去 我也去机场跟他说一下 就这样 挨家挨户 逐家逐户这样拜访 再下来就一堆人 所以我要感谢也是 这一群不认识的人 后来我就说 你们不怕赔钱吗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投资你 是因为被你的精神感动 就算赔钱没有关系 没有人会在乎这个 但是我一直想要帮大家赚钱 我想用票房帮大家赚钱 不容易 其实绿震剧最近蛮多的 但是早期没有 绿震剧最近多了一点 但是还不容易 所以他们后来就跟我说一句话 我相当感动 他说如果你赚钱 那我就分红 那是如果没有赚钱 我就支持一个有梦想的导演 花几万块钱支持一个梦想 如果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 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其实就导演您来说 你那时候拍片这么多人的帮忙 然后包含当然是教会或者神 给你的支持 那这个部分你在拍片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还是台词吗 最大困难一个是时间上的压力 因为每NG一次可能就烧掉五千块 一次就五千 为什么会五千 因为现场五十几个人 每个人都要算钱 你这次没拍好 剩下就要挪到后面去 一直挪一直挪 一直delay 所以每一次NG都代表烧掉五千块 就是这个时间上的压力 那个经济压力对 最大的困难就是说 因为一直NG一直NG 我在画面的处理上就没办法细致 所以很多人批评我的画面 根本就是公共电视等级 不是公共电视不好 他说如果你要上电影 你怎么会拍一个公共电视 那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做细部的处理 比如说打灯光一定要漂亮 那我打出来就是 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有亮就好了 没办法做细部的修饰了这样 那当时您的演员是透过什么方式找 透过那个海选 开放海选 因为为什么会开放海选 因为我过去也是当过演员 没有人给我机会 我现在是小导演 也没有人给我机会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我有机会当导演 我是不是也可以给别人机会 就是将心比心 所以我就开放海选 让很多年轻人有梦想的艺人 演员可以来试镜 而且我在试镜过程当中很有趣 我做了一件台湾人 台湾的剧组几乎没有人做过的 就是我的钱这么少 七百万对不对 我还给人家试镜的车马补助费 一般剧组都没有 如果三百个人来试镜 一个人发五百块就好多了 没有那么多 我们是复选才有发 那为什么会发 是因为我以前也去试镜过 一试镜等通知一个礼拜到一个月 然后心中在 什么都没有 为了要试镜要准备 我又没办法去工作 等在那里 其实时间都浪费了 因为我的只有七百万给不了多 我就给一百块 我说一百块补助你们 如果你们没有选上可以去吃个鸡排 买个饮料 那还是诚意的问题 对就是诚意的问题 从头到尾都不是钱的问题 对啊 不管是人家支持你或你支持别人 那都是一种爱的传递 他严格来讲不是 不是说好像一百块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在想自己 对啊 所以我就想要创造一个善的一个文化 在我们的剧组里面 然后接下来看我们对一般人 我们在剧组里面对临时演员都喊过来喊过去 临时演员一来就是一整天 才躺在那边或是走来走去 我们这个剧组对临时演员都是尊重的 他们每一个临时演员都有椅子座 每一个临时演员都有冰水喝 我们把他当艺人当演员在看 哎你好请往这边走 各位演员请往这边走 哎过来过来过来 那边过来过来 所有人过来过来 这边集合群众员过来 这边集合大部分都这样喊来喊去 我们没有 我说请往这边走 我们把剧组当服务业在经营 是对 但是相对来讲你就最辛苦了吗 因为你钱都花在他们上面了 对 对那以就是说这个过程来说 大概你在拍片的时候 有人讲导演脾气会很不好 因为要时间要赶 你会这样吗 我其实没有 我在现场我不会用坏的脾气去 来在现场发飙 因为只有能力不够的导演 才需要用脾气 因为他掌控不了了 他无法让他的导演意志贯彻 只能用骂的 而且用骂的是最没创意的方法 演员需要引导 所以你这一次引导出来的男女主角 你自己对他们表现的想法是什么 我给他们打80分 因为有一些还是 都是来自于舞台剧 所以舞台剧的表演还是那个风格还是多了些 所以这两位我们先讲男主角 你怎么去训练他对于 就是引导他对于盲人的理解跟体会 好在盲人身上 我就是跟李炳宏先生联络 让他去跟李炳宏一起生活 所以我去跟他一起去生活啊 观察他的各种细节啊 跟他的家人一起相处 了解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态啊 所以有实地考察的 那接下来在于表演的部分 刚刚我就跟您报告过了 我们每一个字每一个句 他的目标 他的任务 他的动机 他的危机 他的阻碍 他的整体的一个表现 还有细节 性格细节什么的 动作的细节 我们都有做过讨论 是一字一句哦 这样在设定的 所以李炳宏先生 他是把他的私生活 跟这位演员一起来分享 等于说让他知道 盲人其实 我常讲 我要理解盲人 你把眼睛蒙起来 走一天路看看 看你行不行 对 这非常辛苦的 对啊 尤其是 虽然我们常讲 我们号称有无障碍设施 对 但那个东西都要非常长的时间去摸索 是啊 那也不是那么简单 是啊 所以一开始这个演员 因为他 那位演员没有失明吧 没有他是正常的 对 正常人 就是说他在眼睛 没有失明的情况之下 他大概跟他生活了多久 他从观察 到大概一个礼拜有吧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有啊 但是事情的准备 长达一个月呢 因为他之前还没去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网路上 研究他的纪录片了 至少那一个月是有的 就是自己自己研究的一个月 实地生活七天 因为我也不敢他去 麻烦别人 对啊 大概是这样 对 所以当呃 就是说我们接触到 就是说这位演员 接触到呃真正的男主角以后 是 他从当中揣摩了一些心得之后 回到剧场里面呃 你还有再花时间去做做引导吗 没有了 没有了就就这样 对就这样了 因为你又是一进到底了吗 对啊一进到底啊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你觉得他的表现是符合你的期望的 呃符合 只是有一些表现的姚志 比较用力一点比较像舞台剧 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在修 因为好不容易一次法律台词讲对了 因为他原本就是舞台剧演员 对对对 是所以对他来说 你觉得他比较像舞台剧 但是大致上是可以 大致上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又回到李炳宏身上来 虽然他的表演有点像舞台剧 可是李炳宏先生本人他就比较夸张一点 因为他是盲人看不到我们外面人的反应嘛 所以他笑就会很大声会动作会很多 所以他像舞台剧也刚刚好跟李炳宏差不多 但是问题是观众在看说那怎么会这样 其实观众是我们用用我们正常人在看 正常人的方式在看 但是你一看到那个盲人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眼睛乱飘乱飘乱飘 笑起来就 我们正常人不会这样笑 他们就会这样笑 我也访问过李大哥 他其实他人很好 然后他很客气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从一些外表上去 做自己主观的揣测 那就不太准确了 但是观众一般不知道盲人是怎么生活 所以他会觉得这样会over 其实在盲人的身上一点都不over 刚刚好 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您对男主角是OK 那女主角的部分 女主角是他的哭戏他相当厉害 所以他要哭的时候 他一开始以为他哭不出来 所以他在很多的地方要哭 但是我就说这个地方要哭 你要去酝酿他的心情怎么样 他就酝酿他就真的说哭就哭了 摄影机一到他就哭了 可是这段哭的过程 因为我原本拍成三小时 而且戏院说 如果你超过两个小时 我不给你播 所以我把女主角的家庭 苦难的那些戏都剪掉了 所以他的哭戏都白眼了 观众就没有看到他的哭 有啦 在这部电影里面有看到哭 还看过一次啦 有一次哭啦 是 对啊 其实这女主角的表演也是非常好 还不错 所以基本上 就女主角来讲 当时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挑选标准一 当然就是 他外貌上要符合我的想象 二 我要看他的表演有深度 有细节 当时在视镜的时候 他是所有女演员里面 最有细节的 对 我想不会只是哭戏 不是哭戏啊 他有细节 就是我们比如说 我们要讲一个台词讲出来 他有他的人生的一个 一个层次在里面啊 就像我现在在讲话 你看我手无主导 我会有动作啊 可是一般你只要变成演戏哦 你讲话你手就会僵掉了 对 因为我们每个人性格不同 你内向的动作 会有内向的动作 外向有外向的动作 再加上你可能是律师 你可能是医护人员 你可能是老板 你的动作知识形态都不一样 还有再加上你的年纪哦 所以这么多细节出来 你看 他只是个角色 你要把这些细节加进去 让他真的像那个年纪 那个职务 那个心情 那个性格 那个动作细节是很精准的哦 他做得到 是 对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陈昌哦 红陈昌红导演 那么今天他跟我们聊的是 他导演的最近这部片 叫盲人律师 那么待会我们休息一下 走 我们回来继续来讨论 欢迎回到酒吧 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红陈昌红导哦 那么陈昌他拍了这部片 叫做盲人律师 其实我称呼他名字 不会太怪的原因 是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都1974年 导演你也是1974 不过你应该比我大一点 我算年尾了 10月 大你7个月 对嘛 所以导演应该还是要真称你大哥 但是我们是同一辈的 那么基本上你拍这部盲人律师 刚刚我们谈到了拍片的艰辛 选角的困难 但是我们现在终于要进入主题了 讲到现在 我们要怎么让观众愿意在明天 去买票看这部片 因为我们讲哦 其实我刚刚跟导演在讲 这部片的困难点在于 拍好了以后要怎么 其实我们讲哦 好产品要有物流 你要透过一个很好的物流 才能送到消费者身上去 麻烦在这里 这部片 它虽然是个法证片 但它不是那种 大快人心那种什么 一个律师怎么在法庭上 很厉害的去修理对方 起承转合 它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小人物 他怎么样站起来 替其他的小人物伸张正义 对一个片 对 所以对于很多人 很多电影院来说 他也是要赚钱嘛 对对对 他在安排他可能觉得 你这敢不买 你这敢不买 对对啊 我的宝贵档旗给你 万一卖不好怎么办 对对对 那我这电影院开了 我一直要钱嘛 是是是 所以可能拍的 放的目前的时段 跟目前的听 可能都不是那么理想 那需要各位 如果大家要像 来不及募资 现在可以投资 以前要一两万 现在只要几百块 一样可以 但不能入股 但是至少可以支持一下 导演的理想 但这个导演的理想 不是只有他个人的理想 而是他那个心中 充满公益的那个理想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往下讲的是说 其实这部片 你要怎么样来形容 这部片的概念 让就是说 到底他讲什么故事 让听众朋友愿意说 这两天 他可以花一点时间带孩子 或是带爸妈一起去看 这部片大概是讲什么 好 简单讲一句话 他的故事就是在讲 一个没有诉讼经验的盲人律师 要帮执宰劳工 打跨国的求偿官司 对啊 简单的故事就是这样说 那一个盲人又要当律师 又要帮人家打官司 又没有经验 那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 他心中有一个小梦想 就是说他想要为弱势伸张争议 可是他想要伸张争议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弱势 他要如何突破 好 那这回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各自人生当中的小人物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大梦想要去实现 可是有时候你看成绩何时 我们过去有梦想 现在却没办法去执行 我们可能有一些愿望 但是现在却没有做 或者甚至你真的要做 可是又遇到很多的困难 怎么办 我们看看这位盲人律师 他如何突破他人生的困境 看看这位盲人律师 如何突破他的限制 以至于可以烦躁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他可以 我也可以 所以这个会带来激励 是 那第一块 我们刚刚讲到那位师傅 就是跟他 当然是敌对方 是 这个老经验的律师 在这部片里面 其实大概他故事里面 他所要 就是这条线 他所要讲的是什么 老师所要讲的线 是我把它设定在说 他 他在 他在为 为我们好 为那个什么 为那个盲人律师好 可是我现在就要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为你好 我们常常不再讲 我们爸爸妈妈都会说 我是为你好 我是为你好 我现在就要大家来思考 真的是为我好吗 我想要的 你的爱 有在我的需求上吗 我要透过妈妈这个角色 透过老师 就是因为这个 刚刚你说那个大反派 大反派就是这个盲人律师的老师 我都在为你好 可是你为我好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到我真正的需要 所以造成后面的冲突 是 让大家来反思这个东西 那这部片它的取材是RCA这个案子 这个导演你在研究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RCA这个案子 它的本质大概是什么 大概让大家知道一下这RCA的背景 好 我故事的改编题材有两个原型 一个是RCA案 一个是盲人律师李炳宏先生 李炳宏律师先生 这个律师你已经讲过了 那RCA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RCA就是台湾早期的一家 很厉害的公司 美商公司 他们是做电视的做无线电的东西 然后在台湾当时早期是很红很红的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到这家公司来上班 然后呢这个公司它排放废水 排放了很多很多的废水 就没有做环保设备 然后又因为排放废水之后 可是呢他又给员工喝地下水 他为了省钱 没有做那个饮用水设备 又没有给他喝自来水 竟然直接抽地下水给员工喝了 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滤心 这样给他过滤了 所以那个化学都很毒啊 化学肥料很毒啊 所以肥料渗透到地下含水层了 抽上来的水都有毒 员工喝了之后 个个得了癌症 等到员工发现之后 去来跟公司求偿 公司不理不睬 员工开始告了 打官司打了 打了快20年了 公司还是不认错 不道歉 不赔偿 因此我要让大家看见 这个公司是这么样这么样的坏 然后我们要如何保护我们的劳工 透过拍的这部电影 让社会各界来关心这一群 受灾害的劳工 第二个是如果政府看到这部电影 能够更有一些作为 帮助劳工来求偿 那我的心会更宽慰 第三个就是说让大家知道 法律到底怎么运作 为什么我们有冤屈 为什么我们有证据 还是会输了官司 让观众在两个小时之内 简简单单的 轻轻松松上一堂法律课 所以在这部片里面 李律师他其实 你跟他聊过的时候 你希望设定他在RCA这个案子里面 是一个实际上角色 因为其实就 我其实有访过李律师 他跟我讲说 他其实就是整理一些资料 因为他的专长是收集资料 然后最后面 因为他真的整理资料 真的非常用心 也帮了很多人 所以最后面在做最后 就是结辩的时候 辩论的时候 是让他上场的 是是是 那这个故事 在这个 在这一部片里面 导演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 好 那在打RCA案 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 是有一群律师团 在打这个官司 李炳宏先生 他是其中一个 对 但是因为我们是电影 他是需要一个戏剧化的改编 所以我就以盲人律师 李炳宏先生这个原型 来当主角 所以我就在电影里刻画了一个盲人律师这个角色 让他具备更多的谋略跟布局的能力 跟诉讼策略这样 以他为主轴 然后带领一群律师团来打赢这场官司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是法复会带领大家一起打赢这场官司 但是在电影里是变成是盲人律师带着大家一起 你有关系 其实他贡献很多 这地方贡献是很多 为了戏剧化效果 当然我们本来要凸显出角 这无可或非 只是说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导演就是说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李律师有没有告诉你他心里面在准备的时候 他的一些想法 因为他就跟我说个案的内容不适合透露 办案的过程当中也不适合透露 因为都是机密 我想说那他不告诉我 但他准备 我是说我不用讲个人资料 他不是说因为像说真的 忙人在收集资料准备真的比较累 他有没有跟你沟通说他其实用什么方式去 这个就有啦 比如说他都是透过他妈妈把一些书状 妈妈录音录给他 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去听 听录音机 妈妈会帮他整理一些材料 让他好去背诵 所以这些过程 你在我的电影里面都有看到 妈妈在帮助他这方面都做了很多 所以这些生活的细节 我都有请教他 但是牵涉到案件的本身的时候 他就不讲了 那个没有关系啦 那个其实你从判决书啊 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 只是我们台湾的判决书 有时候写的真的很难 不容易看懂 就是白话文 比如说我以前常开玩笑讲说 我们讲四个字 书属非事 书是特殊的书 对 数 就是属于我 属于你那个数 非 非洲的非 是 是不是的是 书属非事 导演来继续题 下面一组 难道就这样不对吗 不是 书属非是说 这实在是很不对 哦 书属非事 书就是 实在是狠 狠的意思 对 狠啊 very 对 数 就是 是 就是是不是 对 书属非事 就是 这实在是很不对啊 哦 对 对 对 哦 你是 很绕舌 你不会让人家 对 你看嘛 就是 就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他看这个判决说 你是在想想 看不懂 对 对 都写文文啊 很多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 判决书 呃 当然啦 那些字的经验很重要 对 因为法官在写判决的时候 他有一些 字 比如说 呃就是 圆啊什么那些 对对 就是这些字眼 可能有一些他的用法 对 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看懂判决书很重要 那尤其像导演 您花这么多时间 在看这个判决书 我觉得那真的是 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对啊 我现在贯穿那个逻辑都很难 但是后来 真的还是贯透了 不然我什么剧本怎么写 都不拿判决去问律师 你一直在想律师费 那你找法福啊 那时候法福不是 但是法福我有找 我有去找过林永宋律师啦 因为他就说 林永宋律师很忙 他他很忙啊 林永宋律师他很忙啊 他说他们就 他非常有名 也也也也做很多公益啊 对啊对啊 所以他平常很忙啊 对啊 他们就他们比较不方便啊 没有时间处理这个事情 又不方便 对对对 好 其实 没有啊 比较可惜啊 那时候你没有来找我 好 下次找你 下次 下次导演你要拍什么 下次其实我要拍 绝对成交 11月开始募资 什么啦 什么片 绝对成交 讲一个业务员的故事 讲业务员 业务员 业务员 我不是做业务员我就没办法 业务员 所以导演就这部片来讲 你觉得拍摄过程那很成功啊 但是你11月就要开始 要募资 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代表 你这部片其实 目前的成果你是满意的 是满意的 就小片来讲 它是成功的 但是就大规模来讲 要票房几千万票房 目前还是没有达到 但是大家看到我们的 努力的过程 一步一脚印 它是成功的 如果就成本1070来讲 要回本是要三千七百万 为什么 因为戏院要抽成啊 对拆啊 对拆啊 他第一周是拆一半 第二周以后是四六拆 我们是他六 一百块我只拿四十 他拿六十 接下来就还有发行商抽成 再接下来还有政府的税收 要三千多 所以一百块到税后 在我们电影公司的手上 只剩三十到三十五张 好吧 三千多是真的辛苦了 三千七啊 国片要破千已经很难了 对 可是我觉得最近应该好一点了吧 我现在是 大台北票房是已经破一百万了啦 当初一开始就很多发行商 或者很多业界都不看啊 就说你们这个上架以后啊 大概票房顶多一百万 一百万 然后呢 你顶多能够活三天 我现在其实已经活跌到今天第八天了 是 可是一百万好辛苦 是啊很辛苦 还是有点距离啊 还要再三十七岁一百万 三十六岁 不过问题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靠口碑啦 不过我觉得这下来就很有意思了 导演到目前为止 第八天我们收了一百万的票房 导演你十一月的时候还会再接再利 我会再接再利再拍另外一部片啊 我要募资一股一万啊 募三千五百万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哦 那么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洪陈昌 洪导演 他拍摄了这部盲人律师 这部盲人律师呢 其实在我们电影来讲 算是一部 蛮贴近事实啦 但是虽然我们就说了 这是因为导演他本身自学 然后拍出来的东西又不能偏离戏剧太多 我们刚刚就跟导演在聊 试一下聊说 如果真的 真的你把法庭的实际状况演出来 我跟你讲没有人要看 那就是打字而已嘛 对啊 对所以其实 其实这真的是煞费苦心啊 那导演你自己啊 在拍完这部片之后 我们刚刚讲 到目前为止 拍完了 也活到第八天了 打破很多人的眼镜了 对对对 好 导演你接下来要拍的下一部片 跟业务员有关 为什么你想拍业务员 因为过去我也当过业务员 那现在我当了导演了 其实我还是个业务员 因为到处要卖电影 到处去推销电影 有人理我 有人不理我 有人支持 有人破人 当然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业务员 真的很辛苦 那尤其哦 因为我过去当过业务员 你知道吗 当业务员的心酸是什么 你做任何职业 都起码会被尊重 但是当业务员 不会被尊重 为什么 大家讨厌被销售 大家讨厌推销员 比如说现在 一通电话来了 你看哦 你好 打电话 想要电话拿起来 呃 呂 驴秋元先生你好 我是某某人寿 卡 没兴趣 你就挂电话了 不会啊 我会讲说 不好意思 我正在忙 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打 我们起码会这样讲 那是你有格调 你有风度 谢谢你 大部分都 不是啦 直接给人家挂电话 很多人直接挂电话 真的啊 因为我就当过推销员 我知道我发传单 人家不理我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但脸都很错 被拒绝 好像我是什么 小强一样 很讨厌我 所以我发传单在做问卷的时候 都那个点都是臭的 大家对我太多不好 所以你看哦 只要一当业务员 马上变贱民 所以我就把那种感受写出来 小人物的大辛酸 但是小人物的大奋斗 那这一次想要写的 我想要 我有来自一个改编的原型 就是讲一个 卖槟榔的一个单亲妈妈 后来因为老公出世了 过世了 他一辈子 他只有国中学历 他一辈子就 就在卖槟榔啊 卖槟榔卖一辈子 老公突然过世了 三个小孩子怎么办 所以他从家里 离开他家里的三条街外 他从来没有走过 因为他一整天都待在槟榔汤里 所以丈夫过世了 他开始要 家计陷入问题了 槟榔也卖不好 所以接下来他怎么办 要到处去找工作 那找工作的时候 没有人理他 他真的找清洁工 人家说 你就买槟榔的 别来啦 卖槟榔就被人家贴了标签 后来 学历又不够 怎么办 又没有一技之长 没了你去做担保 去做担保 找了十家的那个房仲业 没有人要他 所以到最后 有一家终于又收留他了 大家在里面也看不起他 你就是买兵两个嘛 你慢慢有业绩 人家说 你是不是用新枯去给人家 就是都被修路啊 所以他就是 努力不懈 屡敗屡战 终于闯出在中部 第一个业绩破异了 所以这是 又是真人故事的 对啊 但是我改变的原型 那你跟这位房仲女王有联系过吗 有联系过 只是在FB联系过 但我后续没有再多谈 因为目前我先忙忙人律师 还没有多谈 所以11月开始下一个企划来了 对 这一次预算多少 3500万 各位 3500万是这一次的三倍 等一下导演 你这样票房要一亿呢 那这次我就在前几个会做好规划 因为3500万我就会含行销费啦 我在拍摄前 我就把版权卖到国外去啦 好 电视版权 网络版权 什么版权都先卖啦 以前我不懂 现在我懂啦 我三年搞这一招 我怎么都懂啦 我不敢说我通了 至少 may God我会了 我在这一步一脚印再去努力啊 好 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 这个房仲业 有没有人要这个投资 我们就可以冠名赞助 我还是想要给老百姓一股一万 不是 但是冠名赞助也可以考虑啦 因为你毕竟最后面 一定要有个房仲啊 你写个 对不对 你总不能说陈仓房仲 不太贪啦 对对对 那你倒不如把这个名字 比如说他们那个公司的业 对对对 那就这个没有差啦 对对对 因为你到时候 因为你的预算有限 你也不可能招牌自己做 像有些日剧 他可能名字会改 对对对 但像你们如果要名字改的话 其实很辛苦 你倒不如说 其实跟房仲业合作 是 然后他们冠名赞助 然后预算上你比较宽 对 品质会更好 对那你这样给我一个很好的提示 那我现在就是把业务的产业先hold住 因为搞不好是房仲 搞不好是保险 搞不好是卖车 对对对 你不要把它想成说是一个 好像跟人家拜托人家是一件 其实我觉得业务员它是一个互利的行为 就我帮你你也帮我 对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导演未来要再拍这部片 这一类型的电影 你可以跟他们合作说 反正我到时候灌你的名字 那你看哦 如果这家房仲或这家保险 他愿意让你灌他们的名字 然后传达正面的讯息 他们是企业行销 他们的员工也会来看啊 那你的基本票房也有啊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 难怪唐律师 不是这个聪明没有关系 好我只是 对就类似 对一个房仲全省的那个业务员至少上万个吧 我不知道了 我只是跟你讲说 其实有很多的资源你可以用 不要埋头苦干让自己这么累 谢谢 有些不是真的 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忙 那人跟人之间就互相帮忙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好谢谢 好啦今天我们谢谢红山红导演 那么也希望他这部盲人律师 各位在这两天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看 我要提醒观众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听众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你在看盲人律师看到最后上片尾字幕 感谢名单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片尾感谢名单看完 有彩蛋 后面有彩蛋 拜托拜托 有彩蛋 这个我对这我忘了提醒 那今天就谢谢红导演 那我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 可以去支持国片 支持盲人律师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